直播把10月26日续,胡人在今天的比赛中主场121比114战胜决金,取得两连胜。 赛后,胡人前锋詹姆兹在更衣室,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谈到温森和麦基今天的表现,他们这个赛季一直有出色的表现,即使是在我们输球的比赛中,温森延续了上场的出色表现,他的侵略性,竞争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,只要温森一上场,他就会点燃所有人的热情,在过去两场比赛中,他都做得相当出色。 谈到自己胡人生涯的首个三双,这意义重大,这是我胡人生涯的第一个三双,也是第一场主场胜利。 如果我们输掉今天的比赛,我们全美直播的比赛场次,应该要被砍了吧? 所以,这是一场很棒的胜利,每当你能够再打出很好个人数据的同时球队取得胜利,这都是很美好的。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,最重要的还是赢球,谈到是否与场边观战的科迪进行过交流,我还没有机会和他交流,我在底线十多次注意到了他,他是胡人的传奇。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多年,我能够与他再联盟对抗这么多年,现在又与他共享同一支球队的球衣。 这很特别,我知道他在退役后做了很多事情,所以他能够抽空来看一场比赛真的太棒了。 此一,詹姆斯登场三十五分钟十七投十中,三分五中一,八球十中七,得到二十八分十一篮百十一助攻三强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